开发者你好,我是腾讯文部导师百换成 本次课程是小程序,云开发,云函数实战之,云函数调用函数 在本次课程中,我们来了解如何在云函数中来调用其他的函数 本次课程内容会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使用云函数来调用云函数和使用云函数来调用本地的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演示一下函数的调用 回到我们的项目中,我们既然要编写我们的调用函数 首先我们来创建对应的页面 在页面创建完成后,我们切换到对应的页面 好,现在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就切换到对应页面 在类似的,我们在这个页面上放置一个按钮 接下来我们就将在这个按钮上去编写我们的云函数调用 我们添加一个bandtap 并绑定对应的实践 删除多余的代码 我们的代码中有一点问题 删除其中无用的代码 我们只保留我们自己的函数 然后现在我们定义我们的这个函数 靠 function 那么我们传入一个event 我们把event打印出来 并且呢我们来去定义一个云函数的调用 calfaction 我们把它传入name 我们的name为calfaction 然后在其后面传入一个promise 将结果打印出来 现在呢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按钮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打印了事件 同时呢提醒我们 我们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云函数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这个云函数 首先我们先创建一个云函数 叫calfaction 然后会自动创建 并提醒我们安装相关的依赖 好 依赖安装完成后 接下来我们来编写相关的代码 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默认的这个event呢 它其中是没有任何内容的 我们首先我们revent有一个result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定义result 我们希望我们的result 它应该等于eventa eventa加eventb 就是a加b 它会传入两个值 是我们的这个event 是我们的a加b是个参数 然后我们会得到一个result 我们将这个result返回回去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data a等1 b等2 保存以后 我们将我们的云函数上传到云端 我们先来实现一个简单的a加b的功能 好 现在上传完成以后 我们点击按钮 我们看一下我们调用成功 返回了结果3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先试着用我们的云函数 来调用云函数 我们接下来呢再创建一个云函数 我们新建一个云函数叫plus 表示它是加法的加 类似的我们要去安装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依赖 完成后我们来修改我们plus中的代码 我们找到plus 我们希望它呢 return回event a加eventb 就是将a加b的值 返回回去 然后我们点击上传并部署 将我们的plus呢 进行一个云端的部署 稍后呢我们就将在call function当中 去调用我们的 event的这个plus 我们就用这个plus来实现我们的a加b 好 现在上传成功以后 我们回到这个我们的call function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官方文档中 关于调用中的一些代码 官方文档中告诉我说 我们如果要调用的话 我们是使用cloud的call function 来进行调用 并且呢我们可以通过event来获取它具体的值 那么类似的 我们来实现对应的效果 我们constant 也是等于avate 然后cloud 调用cloud的方法 call function 现在呢我们就可以去调用 我们的name是什么呢 是plus 因为我们要去请求plus 然后我们的data 我们需要创入data的值 首先是a 那么a我们用谁呢 我们用我们在小程序端传进去的a 以及b是event.b 表示我们传回这样的一个值 然后呢我们现在就等于说 我们定义完成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调用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这个is返回回去 如果你想直接返回对应的结果呢 你就是返回is.result 那么比如说我们返回result 那么现在呢我们重新上传我们的call function 好我们现在上传完成以后呢 我们再来调用一下 我们清空以后点击调用 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结果中呢 依然出现了3 我们可以再去对它进行一个更改 就是我们目前呢是使用调用云函数的方法来调用的 我们可以再定义它定义一个本地的云函 本地的函数来进行调用 我们定义一个function 我们return一个return a加b 那么这样呢我们就在我们的call function当中去定义了一个本地的一个函数 那么我们使用这个函数来去实现我们的结果 我们返回plus event a event b 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使用本地的这个函数来进行请求了 我们再将其上传并部署 这个时候我们就使用我们的plus函数来去做我们的这个相加了 我们没有再去调用其他的云函数 好现在呢我们完成了 我们清除掉我们的历史日志 我们点击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依然可以得到我们的3 就说明我们的这个云函数 就是我们的这个本地函数呢就生效了 这样呢我们就实现了在我们的云函数去调用其他云函数 或者是去调用本地的函数来实现我们的目的 我们来进行课程总结 在这节课程中呢我们了解了 我们应该如何在云开发中去使用云函数来调用函数 比如说我们可以定义一个faction 在我们的云函数当中去调用我们本地的faction 我们也可以去使用cloud靠faction来去调用其他的云函数 好感谢大家收看再见